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buongiorno a tutti 我是來自意大利的Lorenzo Butarello 中文名叫普洛人 普是戰普的普 洛是洛陽的洛 人是仁慈的人 這個中文名字我說過無數次了 希望今天我的聲調終於是標準的 很榮幸作為留學生代表 在今天這個特別的畢業點裡上發言 時光飛是我待來裡都待了六年了 走遍了重慶的卡卡哥哥 成了滴滴倒倒的重慶仔了 回想過去第一次飛到重慶的印象 历历在目 那是2014年8月29號 我一下飛機 跳上了出租車 直奔重慶大學 你好 重慶大學A區 由於我和師父的普通話都不太標準 結果 結果我被他放在了B區的後門 下車後我完全找不到位 幸虧這時候我碰到了三名中國學生 他們主動幫我提行李 在40度的高溫下 走了半個多小時 終於把我送到了A區的主教學樓 沒有他們 我那天絕對會變成個燒烤 也因為他們的熱情 我愛上了重大 馬上就要畢業了 心裡有很多不捨 今年的畢業點裡不同尋常 往年一定是人山人海 今年因為疫情 參加典禮的學生少了很多 很多寒假回過的留學生 現在無法回重達了 只能在線觀看 他們心裡一定有一些遺憾 目前全球疫情依然嚴峻 在這個非常時期 我們即將踏出小門 走向世界 也將面臨重重困難 如果可以 我相信大家都想重啟2020年 但時間不能倒流 這場疫情是災難 也是難得的人生經歷 我們從中學到的東西 可能改變我們今後的人生 無論怎樣 讓我輕心自己選擇留在中國 作為一個意大利人 我看到了疫情爆發後 中華人民立刻團結起來 抗擊疫情 我也看到了意大利和中國 共同努力 相互幫助 攻克時間 作為一名留學生 我看到了中國政府 始終把人民的聲明放在第一位 看到了一個大國的責任擔當 這讓我想起來 在拉丁文中的一句俗語 叫Virtus Unita Fortior 也就是說 團結就是力量 謝謝 讓我們攜起手來 超越國別 共同努力 創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今天我想對可愛的母校 親愛的老師們說聲謝謝 在這裡我們度過了美好的青春時光 結交了許多的朋友 登上了一座又一座的學術上風 集中了又起相幫 震倒社會 今後我希望 變成一名 綜藝文化的交流的使者 加起一座友誼的橋樑 說好中國故事 講好意大利的故事 最後我代表我個人 和全體畢業留學生 向重慶大學 向中國政府 向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致敬 祝福所有中華畢業生 心想事成 虔誠似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